喜欢马自达混动美学加上日式优雅的车迷,不用再看着国外新车上市流口水过干瘾了,尤其是马自达在国外发售的休旅大军,现在也要引进台湾,台湾马自达宣布下半年将导入两款以全新大型结构平台打造的新世代休旅,其中跟超热销的Master CX-5整体大小类似的马自达最新休旅车,当属Master CX-60,毕竟其下8款新车去年年销15389辆的台湾马自达, 其中就是以休旅车主力车款Master CX-5表现最为突出,年度销量达到6307辆,也让台湾马自达决定下半年引进最新的CX-60与CX-90休旅车,但可别把Master CX-60当成Master CX-5的后继车种,我们先从机械结构来说起,Master CX-60采用全新大型车后驱平台,没错就是后轮驱动,这样的设计跟德系性能跑旅更加类似, 马自达也是全世界罕见到目前为止,还愿意开发全新汽油引擎车辆平台的车厂,目前已知的动力编程,除了2.5升汽油自然进气跟3.3升柴油涡轮动力,这两款纯内燃机引擎之外, 在日本还提供搭载48V轻油电系统的柴油油电以及插电式油电车车型,有趣的是在去年3月8日首度登场的CX-60,在日本当地的预售价,入门车型居然比相同动力配置的CX-5还要便宜,也让人好奇台湾马自达引进以后,到底会如何开架? 至于外观部分,无论在车色或是车身线条上,人可以看出CX-60的混动协同,但造型更加的立体,也发表了全新车色跟反射涂层,从内装来看,CX-60采用对称布局的中控台,加上悬浮式中控萤幕设计,以及全数位移标板,但不像欧洲车系一样用大量虚拟按键,而是保留人音界面实体按键,这一点也非常的实用,加上面积超大的抬头显示器, 全景玻璃天窗,以及人脸辨识的DPS个人画驾驶系统,都是首件的科技配备,拥有日本传统工艺的木纹饰板,还有NAPA真皮内装跟BOSE影响系统也都没有缺席,但目前台湾马自达会引进哪些动力编程,目前讯息则尚未明朗,但以2.5升自然进气引擎,加上插电是由电马达设计,达到最大宗效马力327匹的动力组合,最让台湾消费者期待,匹配8速 自排可以在5.8秒内完成0-100公里的加速,性能部分也非常让人满意,加上入门的自然进气车型,至于马自达主打的直列六缸3.3升柴油动力或是柴油油电车型,到底会不会引进台湾? 原厂强调不会让直列六缸引擎缺席,但以柴油动力对台湾消费者的吸引力来说,柴油动力跟柴油油电车型,预料真的引进台湾的机会不大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每周三,套根10点一片,猪猪哥来辗车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点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